之前因为老师有推荐过台气银 这一波大家都认为台积电的法说会 真的是讲得很好 然后毛利率一口气是冲高到59% 今年全年的EPS 现在外资都要纷纷上调 本来预估全年是32到33块 现在外资上调之后 有可能看起来EPS是35块 所以老师觉得现阶段 如果是空手的人 纯台气银好还是纯台积电好 其实都是爱台湾 对啊就是两个都爱台湾 简单讲我们市场有讲过一句话 股市在是充满希望中破灭 在半信半理当中成长 在充满的希望中诞生 那同样的如果你对台电的能见度 已经非常了解了 你说看好三年五年的话 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是一个强势效率市场 也就是说当你知道它未来会怎么样的话 那整个的信息也都会直接反映在它的股价上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 各位你要了解 你投资是为了赚钱 我不是就像说我简单的比例 你买台积电就是好像加入豪门 停焰升升升升级型 对啊那你买台气银的话 可能就嫁到一个小康 对啊那你就 大家说这点台电它是高科技的 你看不起台气银嘛 不会啊我很多朋友在台气银上班 那个上班不一样 我们是说买股票 你如果说我怕他说 我买台气银 你就说实在买台气银 你这个只是比喻 我是一个比喻啦 就是单小鬼啦 它其实便宜啦 入手价便宜嘛 但是我们重点是说 我们要 五年之后或是三年之后 到底哪一档股票的报酬率比较高 很多人在买股票的时候 总是在买了一年之后 才知道你的股价回不去了 那台气银会不会这样 当然我这样讲的话 很多人当然会不高兴嘛 那我只是给各位多一个思考空间 那我们就用很简单的来跟各位 用真正的 如果它的价格在10块钱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那如果你台气银等到它10块钱 或10.5块钱 10.5啊 就是之间你去买它 那如果10块钱涨到14.5 这个基地高不高 我认为很高 它可以有45%的报酬率 为什么你要知道 台电你们会讲说台电去年的话 报酬率不高嘛 它获利不好嘛 但是今年的话 1到6月份它是0.53 也就是说所有的金控跟银行里面的话 它成长60% 那彰化银行成长20% 所以它成长是最高的 所以 以台中银跟彰化银行的股价 你说它要到14.5以上的话很容易嘛 那相对的它现在台信银的话 获利越来越好 所以将来涨到14.5 你的报酬率 资本利得就是价差嘛 一般来讲我们讲到资本利得 如果听不懂你就价差 OK 这样讲资本利得 你理解啦 就是你占多少 占几%啦 这样不要有谁问啦 好不好 每一年值利率如果6% 那5年的话是30% 那加起来是不是75% 是 那台电的话 如果你500块买的 那如果涨到750块 我不是说它涨哦 750块应该大家有在高兴吧 蛮开心的 尤其是买在四字头的关系 很开心 你应该已经买到四字头 我还好啦 如果看你的笑脸就知道了 老师你不要害我 所以你看到500块涨到750块 是不是有50% 但是它以目前来 它直立大概2.5% 但是我们用2.5% 这有比较大方一点的 对2.5% 5年的话12.5% 那这边的话是60.5% 也就5年之后嘛 但是这个 它6%的话 它是互利哦 互利的话会比这个互利更大哦 那你会讲说台积电的话 赚钱越来越多 应该这个值利会更高嘛 但是各位 台积营也是一样啊 它我们现在是用 今年的获利啊 明年 它如果赚1块多 它配给你7毛钱 那7%也很有可能啊 所以你用这样去思维的话 我个人认为 台积营将来 你存5年 台积电存5年 之后台积电不见得 会比台积电报酬率更不好哦 甚至于会更好的 机率非常高 更何况 你只要懂得技术变的话 台积电以目前来讲的话 你看到它被套牢量 大概在500 8-590左右 那般的量非常的大 那也就是说你说 青州已过万重山 这个万重山是非常重的哦 很不容易过的哦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各位 这个不是老师说 你们讲说台积电将来会比台积 不是台积营会比它更好 只是给各位 有一个另一个思维的空间 这是老师的看法 老师其实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就是股价位界的问题 如果今天台积电是300块的话 那当然存5年的话 台积电应该是 报酬率会比较好 那因为台积电前几年不怎么样嘛 那看起来体质已经有 180度的大转变 所以呢 它的位阶是比较低 机器是比较低 所以其实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10.5元去算嘛 台积电你用450块嘛 也就是说你设定在450块 那你就等他450块再去买嘛 那你就重新算一下 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啦 对 差不多 但是哪一个人比较有机会 我心里想的 因为你台积电买很多啊 所以台积电很有信心 没有台积电我大概快10-10块左右 我就全部卖掉了 那我在等待它 我会一次买进来 对因为老师你刚刚说台积电你是用10块钱来试算 可是现在11块多了 可是我跟你讲 我每次就这样就教各位说 等待等待等待 好 钱不是那么容易赚到的啦 我就一直在讲说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不要受到伤害就不错了 你不要讲说 我现在 大家都讲到哪一档股票好 你就去买马上要赚到钱 那没有那么容易啦 那多多市场可能啦 总而言之其实股性不太一样啊 就是一个是银行股 一个是金元代工的荣耗 这个高成长的啦 这个老扣扣在那边就是守着家园而已 配息配得好嘛 台积电是配息配得好 那你不要用今年的配息是去年赚的嘛 那我们是要推估未来 那我们再看 不管它的配息或是说它的获利 或是它的营收 我们是要一股未来 那再来的话 我再强调一点 我过去已经在节目上跟各位讲过 有关于金融股的话 你要算的是总值利率 是是是 因为它有资本市值利的问题 那所以你不要说台积电 它一定将来会配股票鼓励给你啦 这个各位BC要非常清楚 好 老师那所以台积电跟台积电这个部分 我们就帮大家介绍到这边 那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其实郑老师好像还有其他的核心持股 因为老师陆陆续续来说 节目的时候都有跟我们分享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